中东条件最好的国家 如此,很多国家诞生基础条件好,发展自然就好,说我国,还有美国的,而很多国家大多数基础条件差,那么发展自然就很差,比如中东,到处是沙漠,所以古代近代,那是一片穷穷潦倒,但是矮子里面选高个,其实中东也是有令好的, 下面这个中东国家,堪称基础条件最好的国家,没有石油,国内还长期战争,但是依旧发展成复国,这个国家就是黎巴嫩,很多人看到此,都会说中东国家基础条件那不是很好吗? 国土底下大部分都有石油资源,而且一个个成了石油复国,但是,这仅仅是发现了石油之后,在古代,近代几百年,中东大部分地区,除了沙子,那是沙也没有啊,穷得叮当响, 所以,其实,中东无论沙特、阿联酋,还是科威特、卡塔尔等,其实,国家基础条件都很差,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石油,恐怕都要吃沙子的, 但是,有一个国家确实不一样,那就是黎巴嫩,黎巴嫩位于地中海沿岸,被称为中东绿洲,黎巴嫩全国领土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,人口六百多万,国土北边是土耳其,南边是叙利亚,以色列等, 而因为靠海的缘故,加强东部有大山左隔,水源可以充足地保留,因此,黎巴嫩这块地,没有跟其他中东国家一样的荒芜和沙漠,整个国土以山地为主,还有纵贯南北的黎巴嫩山,气候温暖湿润,境内河流众多, 而且,最不可思议的是,在中东到处是沙漠的情况下,黎巴嫩境内一块小沙漠都没有,全是绿油油的地,可谓是中东地区基础条件最好的国家, 而且因为其基础条件好,所以在近代这里被法国直接管理,进行重点扶持发展,因此,其经济发展,一直是走在了中东国家前列的, 最为关键的是,这个国家非常的开放,价值观很是西化,曾经是整个中东穆斯林国家梦寐以求的求学和游玩之地, 黎巴嫩虽然基础条件好,但是民族矛盾也是很大的,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,使得这个国家曾长期内战, 最长一次,从1975年打到了1990年,打了15年,到现在内部都是不稳,几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分为二,各自为正了, 即便如此,黎巴嫩发展还是非常好,虽然也没有石油,国内动乱战争,但是黎巴嫩现在的人均GDP, 依旧是超过了9000美元,在中东地区算复国了, 比伊朗、伊拉克等石油国家都富裕很多,堪称是不可思议了,而这主要就是黎巴嫩良好的自然条件, 加上黎巴嫩在近代建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,所以,在发展上的问题和矛盾就没那么大了。 欢迎关注还原历史真相,每天为您更新新鲜呢? 历史资讯,不出门看天下史,参考文献,黎巴嫩简史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